在平常的生活中很多人都有不能吃的东西,不要看明星们在节目上面什么都吃,其实他们也有避免吃一些自己不能吃的东西。 当然能不能成功还是要看实际情况的。 王嘉尔曾经就主持过类似的饮食节目,所以大家都知道他实在是不可以是辣的东西,在节目中也受到搭档和嘉宾的诸多照顾,更是让人记住了他不能吃的事实。 当然也有不可避免地吃过几次,他都是立马就有了生理反应,除了像正常人一样拼命找水喝以外,还会疯狂闹汗,看上去是真的受不了。 前段时间心善的某个节目中,他就曾被不懂事的某女嘉宾逼着吃了他特意带来的辣椒,事后这个行为还被很多网友抨击了一番,简直是不顾人民的做法。 饮食禁忌每个人都有,而且吃了自己实在不想吃的东西真的会很影响心情,如此之外明知道对方过敏还强迫的行为就很令人讨厌,作为公众人物更是要避免。 宋倩很久之前就说过自己不吃香菜,但他曾经在直播中就表演过吃这个东西,当时的表情可以说是很难受了,有时候为了赚钱也是很拼命。 还有我们的大老小千玺,别看他这么瘦以为是减肥才保持好的身材,其实他从来都不吃肥的肉,光是闻到油腻味都会想吐。 陆寒可以说是个火锅大爱好者,但是他是个不能吃海鲜的人,不知道和女朋友在一起吃火锅的时候,对方会不会为了迁就他也不吃。 最神奇的就是JJ表示自己接受不了番茄,因为总是觉得有秀的味道,所以他一直都是不吃的,但是番茄明明酸酸甜甜的很好吃呀,而且还很有营养价值。 在平常的生活中很多人都有不能吃的东西,不要看明星们在节目上面什么都吃,其实他们也有避免吃一些自己不能吃的东西,当然能不能成功还是要看实际情况的。 王嘉尔曾经就主持过类似的饮食节目,所以大家都知道他实在是不可以是辣的东西,在节目中也受到搭档和嘉宾的诸多照顾,更是让人记住了他不能吃的事实。 当然也有不可避免的吃过几次,他都是立马就有了生理反应,除了像正常人一样拼命找水喝以外,还会疯狂冒汗,看上去是真的受不了。 前段时间心善的某个节目中,他就曾被不懂事的某女嘉宾逼着吃了他特意带来的辣椒,事后这个行为还被很多网友抨击了一番,简直是不顾人民的做法。 饮食禁忌每个人都有,而且吃了自己实在不想吃的东西真的会很影响心情,除此之外明知道对方过敏还强迫的行为就很令人讨厌,作为公众人物更是要避免。 宋倩很久之前就说过自己不吃香菜,但他曾经在直播中就表演过吃这个东西,当时的表情可以说是很难受了,有时候为了赚钱也是很拼命。 还有我们的大老小千玺,别看他这么瘦以为是减肥才保持好的身材,其实他从来都不吃肥的肉,光是闻到油腻味都会想吐。 杜涵可以说是个火锅大爱好者,但是他是个不能吃海鲜的人,不知道和女朋友在一起吃火锅的时候,对方会不会为了迁就他也不吃。 最神奇的就是JJ表示自己接受不了番茄,因为总是觉得有秀的味道,所以他一直都是不吃的,但是番茄明明酸酸甜甜的很好吃呀,而且还很有营养价值。